个股它后面能不能走强 主要我们要看一下它前面的一个分时承接 如果说它的分时承接比较强的话 那么它后面就很可能再走出一个板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一下这个分时承接它的一个强弱呢 大家好我是老胡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老朋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其实所谓的承接 它就是观察一个个股 它的低息的资金 是不是足够的多 是不是能够扛得住个股它在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抛压 或者说去减缓 或者说去扛住这个个股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通常情况下 我们所指的承接是在股票已经拉高到了一定的位置 然后在做下杀的时候 新进去的资金多不多 那么现在呢 这种广义上的承接 它指的也是在低位的时候 包括在吸筹这样一个阶段 看一下新进来的资金 它是不是比较强比较多 承接呢 这个低息资金 它就是为了个股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 个股承接力比较强的情况下 它的后市才会有比较强的爆发力 比如说一个个股 如果说它没有低息的资金 它的承接力度比较差 那么假如说它涨停了 对吧 涨停价以下的盘口 没有多少委托资金 那么炸板以后 厂内的资金就会非常的恐慌 从而导致一种瀑布式的直接杀跌 这就是炸板以后直接往下砸的情况 砸得比较深了 它就很难再回风 它就收不回去了 还有的呢 那就是在涨停的次日的早盘 看一下有没有资金的接力 高开以后 直线翻率大跌 这就是资金承接比较弱的一种体现 而资金承接比较强的 到了一定的点位 它怎么跌都跌不破 在分时上可能走出一个双底 甚至是一个多底的形态 到了这样一个价位 它就会出现源源不断的购买力 源源不断的有低息的资金 在这里做一个防守 所以说呢 在分时上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尖刀式的微型翻转 那么关于判断承接的好坏 主要看一下以下三个点 这三个点才是最关键的 第一点呢 那就是杀跌的波形 以及拉升的波形 如果说有一个好的承接 那么它一定是有源源不断的资金 投入抵抗的 所以说杀跌的时候 都不会太流畅 它不会说一波直接就跌了下来 而同时呢 那资金又比较看好 所以说呢也会在杀跌以后 不断的去抬高价格进行买入 怕的承接 那就是单一一波的杀跌幅度比较大 基本上看不到抵抗的力量 杀跌的时间持续的也会比较长 而且在杀跌的时候 它的量能反应的也会比较大 比如说这一个标的哈 各位 其实它在杀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波的杀跌 在这里 它是放了一个小量的 但是这个量能不是特别的大 在前半个小时来讲 它虽然不算是最大的量能 但是这个量能其实也不算小了 所以说它有一波像样的杀跌 从前半个小时来看 其实这一波的杀跌的幅度不算小 但是后面大家去看一下 后面直接又有一波向上资金的一个承接 而且它是超过了开盘时候上冲的这样一个高点 所以说从这样一个时段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天的这样一个飞时 资金承接的力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虽然量柱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量柱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方这种红色的量能柱比前面更要多 而股价也是一波一波的往上拉升 每次往上拉升都会构筑一个小小的平台 然后杀跌的时候 杀跌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猛 打到均线附近就会受到一个支撑 收出这种微型向上的一个反转 这就是承接资金比较强 它的一种体现 当然了 这种它就是比较猛烈的杀跌了 一波杀跌下来 下方直接放出了比较大的量能 而且在前半小时 它没有一个像样的资金 没有多强的力量进行抵抗 进行做一个承接 所以说那么它大概率整个上午也不会走出多强 从开盘一直到收盘 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像样的资金做一个承接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位置 主力资金它是没有进多少的 所以说出现这种飞食形态的时候 我们就得分析了 如果说它是一个相对的高位 那么你要考虑出货的可能性 如果说它是一个相对的低位 那你就看一下它是不是没有杀到它股价的一个支撑位 不在支撑位的时候它通常情况下 是没有多少承接盘进来的 杀到了支撑位 如果说还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的趋势大概率就要走坏了 那么它后势也很难再拉起来 至少它短期来看是不会再拉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飞食的盘口 去分析它后势的一种走势 老胡在视频里给大家讲的都是大的逻辑 具体的个股的分析 大家去看一下我的文章 只有胡帮主这三个字才是真的老胡 请认证这样一个头像 点上关注多来互动才会有惊喜 好了我们继续 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盘整位置的一个强弱 以及短线高低点的一个走势 对于飞食来说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大家一定要熟记于心 第一个 如果说股票前一天是涨停的 那么昨天的涨停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的位置 第二个那就是今天的一个开盘价 第三个那就是今天均价限 均价限这样一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好的承接的个股一定会在这些重要的价格之上 股价要在这样的价格之上进行波动 而且呢高低点是上移的或者是横向移动的 基本上不会出现下移的这种情况 即便是有了下移 那么也会很快的收回来 差的承接 基本上在这些价格的位置毫无抵抗 瞬间就跌破了 比如说昨天涨停 那么今天可能是一个低开 或者说昨天涨停 今天是一个高开 高开输一个假阴真阳线 不错 但是直接跌破了涨停板的收盘价的时候 那就说明它彻底走弱了 当然了各位 还是要看一下股价的位置 如果说这个股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你就考虑一下它是出货还是洗盘 对吧 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它就没有出货的空间 谈何出货呢 第三点呢 那就是跟市场 也就是跟大环境跟大盘相对比 或者说与板块相对比 板块它是属于整个市场的 与板块里面的热点题材相对比 同样跟同样板块里面的同利型的个股去对比 还有一个就是跟自身去对比 怎么跟自身对比 就是跟自身前面的一个走势相对比 看一下现在进来的承接资金 比之前少了还是多了 所以说这个叫做跟自身相对比 好的承接它一定是强于这个市场的 它还要强于这个板块 它还要强于同利型的一个个股 它才能走出一个龙头的趋势 而且还要强于自身之前的一个走势 而且这种强度啊 它是足极增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由油资主导的连板股 它的一个分时承接 还有由机构和大的庄家 去主导的趋势股 它的一个承接 这个呢 它是由油资主导的连板股 它的一个分时承接 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时候它都是一波上板 这种也是比较强势的 你需要手急眼快才能跟得上 稍微慢一点 你就只能打板进去了 在打板的位置也可能进不去 这个标定呢 正常情况下 它在早盘的时候应该是直接要封到板上去的 但是呢 它在早盘的时候其实是走弱了 其实啊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能走出这种趋势 直接杀跌到绿盘 再拉起来的是比较少的 多数情况下 从掌停板下来超过五个点的时候 就很难再收回去了 这是一个经验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个例 而这个分时呢 它是出现了在这样一个位置 也就是第三板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说 你说它强势洗盘 也可以 那至少可以证明 这个油资 它的实力是比较强的 下方放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量 它也是真敢 对吧 一开盘直接冲到掌停板附近 然后一波急杀杀到绿盘 在正常情况下 很多人都会获利离场 只有极少数的人 才敢在这样的位置 然后去追进去 所以说 这种洗盘 它的洗盘的方式是比较凶狠的 而且它洗盘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呢 油资的票 大部分都是一波上板 或者是两波三波上板 它的分时尚表现就是非常的快 而且呢 这种它主要就是根据题材根据股性 根据情绪周期之类的来进行判断 和这个个股它的一个基本面和它的业绩 基本上没有啥关系 而趋势股呢 就多为庄家和机构主导 这类股票 它是主力大资金中长期运作的 所以说它大都要有基本面作为一个支撑 等主力的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 只要消息面上的刺激 那么就可以发动一波趋势行情 就比如这样的标的一样 它就是天天往上涨 不涨停 但是不停涨 只有在高位出现一个量价背离的成功 那么它大概率就到了一个波段的高点 而且这种趋势行情一旦启动 那么它的上升趋势就很难改变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线的机会 走势也是非常的技术化 大部分比较强势的都是沿着五天线往上走 稍微弱一点的沿着十天线 再弱一点的那就是沿着二十天线往上攻 那么它的飞时承接其实也比较明显 那就是有红色的量能柱子 比较多比较高 要大于绿色的量能柱子 这就是判断主力资金 真金白银往里面买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好了各位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 关门